梅子 作为万国商务的会长 这份合同是什么 我们各国已经通过了会 决定强制收购你们大厦 在海外的所有资产 顾先生快签合同 顾总 这合同签下 我大厦经济将会因素贸十年 我大厦带你们付宝吧 你们就是这么宝败的吗 弱肉强食而已 他们只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好一个弱肉强食 好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万国商务什么时候才能进来的 瓶酸情绪 来人 你刚能做了安保的一个话 他们已经顺着了 老东人打风声 他竟然 难道 那是传说中的那位 您信 你现在什么 这样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认识 并给我大厦 交一万亿的道歉机 想让我们各种道歉 还要给大厦 交万亿的道歉机 给大厦配 一 二 一 一 是 你说万国商会被黑警国籍 以五十万亿的资金收购了 真是黑警国籍的处理 神军 大家跟你解决了 神军 感觉不是 难道 他就是那个城城中的那样 陆叔 大厦危机解决了 嗯 神军出手了 好 我大厦有神军护佑 实乃我大厦之幸 如今大厦分井一解 而我陆家也成为了京都第一世界 是时候 继续找我亲儿的下路 清澈 妈都陆家亲罗地网 全力寻找我亲 是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嗯 你亲爸爸一口 爸爸马上就回去 爸爸你真的要回来吗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放心吧 爸爸马上就回去 嗯 拜拜 拜拜 神军 您这三年 为大厦开路 为世界评论 更是手握黑金国际 是无上的金融霸主 何不趁此掌控世界 这些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大厦安定 世界繁荣之日 也便是我隐退之时 带回去和我老婆 过安稳的生活 据属下了解 这三年 您的妻子和女儿 过得不如意 企业经营不善 入不敷出 倒是您的好兄弟 业粉那边发展的不错 哦 这小子还有那个本事 黑金国际在云城有分布吗 黑金国际资产遍布全球 更何况您的家乡 紫辰集团 就是黑金国际在云城的 注点分布 估价 包括千亿 千亿 虽然不多 但是也够他们目的 想清楚了 那就把紫辰集团 送到我老婆名下吧 是 小小 别想到爸爸这次 真的回来了吗 小小 小小 小小小 神君发生什么 是一件 救命的 是 是任何代表 杀到书上 是 一可继续海盘大宗室 是无效力 尊力 杰拳 楚杰拳 沈总 沈君 刚得到消息 您妻子一家正在明明会 接手几分级分 说 凶手 您是您妻子一家 北车 明明会 十年前 我落魄不开 上几分跟着我说了很多 初期 我路径归为 大下宝主事 我一定要 接你们回来 带你们下 你说 雪昌 这么心动 是找到他们的下午 凤叔 刚得到消息 您的孙女被推上楼台了 孙女 你 说的是问人 是的 您的儿子和妻子在云城民留会 被人欺负 而杀出您孙女的凶手 是既然没成道 我孙女死了 这儿 发动 冲我路径家家属于 我能和路径家一切人脉和势力 收回其 这儿 什么死 你这 大下陆家孙女被杀 家主 真 大下即将动 好 好 现在是剿灭大下的最佳时机 立刻联系我在大下的内心 到他表演的时候 各位 现在到了围剿大下的最佳良机 我需要你们立刻抽击所有人吧 除非所有资金 跟我牵包 大下云朝 你 恭贺丑总接手紫辰集团 以后我们云城的发展就靠您了 多谢 这紫辰集团 可是黑金国际在云城的筑点分布 光是市场估值就达千亿啊 除且 你以为千亿估值足以连京都顶流三大家族 以及大下各大顶流来此吗 此人前谈的赠誉 极有可能是受黑金国际背后那位至高无上的授意 你是说神君 神君的名号 岂容我等大户 楚总要是能利用好这次机会 接触到那位大人物的话 怕是要一步登天啊 要是今天京都第一家族陆家也过来的话 那这个名流可就将大下所有顶流势力聚齐了 这块阵仗呀 可真未是前无古人了 哎哟 那还得感谢念上帮我们家静雪得到这份机会 哎 只要静雪以后发达了 别忘了我就行啊 念上说笑了 我能得到今天的一切都要感谢念上 哎 静雪 静雪 发生什么事了 静雪 那是不是陆云她妈 静雪 静雪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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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雪 静雪 你还干什么 静雪 小小的 小小在哪 她是不是出事了呀 不敢你放过 今天可是我家静雪 接手紫正记者大喜的日子 静家母 我求求你告诉我 小小在哪 我去照顾 你看这样可以吗 你这个情算 你给了服用 小小是我的心 你担心你 你带着什么 不是 您就是陆云的妈妈 是吗 好 来 阿姨 我给您介绍一下 你看 海上这三位 是咱们京都的顶流三大家族 家族资产的不万一 随便一个人说一句话 就能让云成震上一阵 你再看看这业会的其他人 每一个身家呢 都得千万一升 我们静雪啊 今天就要在这些 极大用的见证之下 见识此乘集团了 成为大厦最出名的 所以来这儿 说死女出事了 这不是单个我们 静雪 接手此乘集团 谢谢 我这什么合适 你这死了我老公的寡妇 又臭又臭 还好意思来这明令会 往对上 还有明会 妈 你别说了 你这死贵老妈都来闹事了 什么不能做 妈 在场的各位 你们都来评评理 我家那最不继续 一走就是三年 没有给我们家 寄出一分钱 如今 怕着孽少牵线 你们家继续 就要接着死成集团 可是 他那死贵老妈就来闹事 你们说 过不错分呢 妈 芝芝 我不是来闹事的 我就是想知道 我孙女在哪 芝芝 妈 小小吃在家 你先回去 等我接受了紫辰集团 我就回家 芝芝 我在家 你们现在 赶紧给我回家 看着下 芝芝 我可以 芝芝 我家进去 要在这么多大人物面前 接受紫辰集团 你知道紫辰集团是什么吗 别说你这个张芭芭 说算是愿望富豪 努力十倍 也得不到 芝芝 你想换个她 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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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还是先回家吧 我接受完紫辰集团 我就会回家的 来人 把这个女人给我捉住 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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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芝 芝芝芝 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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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是要在大厦所有鼎子大人们面前接受紫辰集团 却能为些小事情所影响 接受紫辰集团 小事 小小被人从阳台上推下来 你还在这里接受紫辰集团 你觉得可悲吗 你说什么 小小被人从阳台上推下去了 妈 妈 小小是你看着的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一群 小小根本没有什么事 是这个废子 他的撒谎 好了 继续 不说了 所有鼎子大人都看着 等你接受完紫辰集团 我们再回去看看 也不止 对 陆远 不要再闹了 等我接受了紫辰集团 我就回去 身子生死 你还有心思在意这个紫辰集团 陆远 你要干嘛 陆远 谢谢你 今天叫 杀我 凶手 引证明流会 就别想开了 陆远 你一走就是三年 这三年 你没有往家里面寄过一分钱 现在一回来 就来我的紫辰集团结婚宴上闹事吗 你知道这次明流会 接级多少顶级大了 是整个大厦的顶丢人物 东来攻克 进学接手紫辰集团 接手后 我女儿就是黑金国际云城部分的负责人 你这种社会低层的人 根本不可能知道黑金集团的负责人 你只知道你打一万年的工 你进不来的金 你好好的跟我们灭上去 人家可是帮了我们进去不少 这次的紫辰集团 撥亏了灭上的大县 你处大县 现在知道差距 你再看看你那穷三的老妈 死了老公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要不是我家进去接起 早就饿了 对 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道这次的明流会 为什么声势如此好的 这核心原因啊 就是紫辰集团 岂有可能是黑金集团 背后那位身份抄决的神军事 你知道这些进去来说意味着什么 业少 你就别给这个废物说这些 他根本就听不懂 我劝你 石像就要滚出去 别打扰了我们进去接受几城集团 小小 是我的女儿 你的亲孙 还没杀了 你却在这里 一口一个明流会的 沉集团 徐子兰 你还是个人吗 你是个除三玩意儿 你竟然敢当着各大明流会的人物打我 进去 你快看看 这个青三玩意儿 消失了三年 让他的老妈在我的家 白吃白喝三年 自己就混得一副葱三样 你现在要接受紫辰集团了 还有好能闹事 你还咋子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烦你和这个废物离婚 那 我 进去 你好好想想 这三年 谁给你 谁帮你接受紫辰集团 还不是女生 再给你个废物脾气 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严寻 我这次过来不在乎别的 我只问你一件事 你必须如是回答我 你说 小小的死 人家到底就没有关系 进去 我都说了多少次 小小 在家好好的 根本就没有事 哈喳三 你要真着急确定 赶紧接受紫辰集团 这样就可以马上回家 看到小小到底有没有事 今天这明流会 可是前缩未有的正常 紫辰集团说不定 就是神军兽医 你在这次积极接受 他们肯定会认为 你和神军有关系 到时候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免得要急着一会儿 你还敢打我 你听着听到 你们费尽心思想得到的 紫辰集团 是我给的 还有 你处的阿信 简直是扯淡之计 陆云 你说紫辰集团 是你给我 是 何笑 听到三位大佬 怎么过来了 他们赶紧问好 这些可都是大厦定期的大人 应许 见过三位大佬 肖家主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 能来参与名流会的 都知道 这紫辰集团 极有可能是 神军所送 而我京都三大家族 正是为此而来 结果 这个毛族小子 说在这冒除神军 这不可笑吗 你身为京都大家族的家族 位于大厦定流 你认识吗 我为何要认识 你一个无名之辈 小家主 你呀 可能没理解这小子的意思 他是说 你没有认出 他是神军 小子 这几年 神军为我大下开路 为世界平乱 不然丝毫名利 如今 功成退役 你一个矛头小子 竟然出来 在这里 坏他的名头 简直是无耻至极 你还有脸说 聂少牵线 舍赞至极 你的意思是 我等京都三大家族 愚昧无知 聂少是骗了 我们不成 行了 陆远 今天的这场民流会 至关重要 外面都是记者 这隐秘的一举一动 很快就会传避全国 你都快三十岁 是你的地方 成熟稳重一点好不好 你现在 马上给三位大佬 看聂少道个歉 我再帮你好好说说话 这件事情 就算过去了 我被伤害 现在生死未至 我只不幸 还让我跪下去 他们道歉 你上扶我主 哦 孙小姐 这事 萧家主 我的女儿 她在家好好的 那我懂了 我就说嘛 你小子进来的时候 举止为何如此奇怪 她是想引起 我们各大家族的注意 看你可怜 对你扶持是吧 你要知道 今天这名流会 对我等的至关重 甚至 传说中那位 也可能在暗中观望 所产生的影响 不是你一个矛头小子 能够担当得起他 我们京都三大家族 就是楚小姐 和叶绍的背后后排 今日 你要敢在这里闹事 我们就打扮于双腿 认识去 我就说让你们不要闹事 你们俩就要玩了 臭意 进去啊 你还帮陆连说说话呀 三位老总 哎 哎 哎 你一群老邪 在我面前过道 陆叔 刚才的消息 京都三大家族 在明流会 威胁您的儿子和妻子 输家不发火 你看京都三大家族 真让我陆家好几乎不成 跑开速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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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了呀 你一群老邪 谁敢在我面前过道 陆远 听说了吗 他们可是京都三大家族的家族 他是大家的鼎流 你 我也说了 我今天故事 是敢杀害我女儿的生产 谁敢乱 死了 你 你非要带你的废物儿子来明流会弄上 这下后 什么都没你 你不要见到京都的三位大王 我都没有这个三位老子了 他们俩和我们出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三位 我们京都三大家族 在明流会被一个无名小辈山发的方式 传出去 你的老脸可发到尽多了 小子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退下来 给我三个道歉 我也给你们三大家族最后一次机会 我再重受活了 对 你可能不知道 你们三大家族的能量有多大 对 我们皇家掌管着国内的医药 是名副其实的医药龙头 资产数万亿 我许家弄到了整个地产行业 身价不万一 人脉更是无数 我休假势力 烟齐大侠 盈利按理 掌控着各种势力 全市之大 远超你的想象 我们三大家都命你 退下来 给我们道歉 否则 否则 你退下 一群只会错 你 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不是你过来的老师 我现在已经接受紫辰集团了 否则你也会再看小小了 真的 我懂了 你是不是我现在生死未处 你看那已经撑过了这个紫辰集团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接受紫辰集团 我跟内少 读出了多少精力 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灵流魂 有多么重要 大厦的顶流情绪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 小子 你不愧是一个卑劣的平民 这点格局都没有 小子 你似乎很看不起我们大厦的顶流势力 我女儿生死 大厦 他就该为了下一场大雪 儿童书被再敢叫下来 你就怪我嚼几一场 心心事与 不妨 大小子 你要不要看看 你是在谁面前说这样的话 没有 这么多年 你才是第一个 敢在我们京都三大家族面前 决言诚 哥哥 哥哥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闹了 好不好 杰雪 你劝不了他 我来劝他 小子 你不是想知道 谁杀了你女儿吗 你知道 当时 那个小杂种 杂种 知道了又怎么样 让我家听雪 接受紫城集团 加入三大家族的感触 我楚家如是冬天 如果有幸 还能神区 我楚家就一步更停 你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怎么样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 介绍可以让我家进雪 接受紫城集团 可以让我楚家崛起 要怪 就在你屋呢 我女儿嫁给你这么多 你对我楚家 你挺忙的 我都不行 还有你这个 从心里 是我楚家 是我楚家 我 徐泽兰 陆元 你连我妈 你能放过吗 对 你知不知道 杀害我们女儿的帮兄是谁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没事 没事 你觉得 静雪会信你 还是信我和谁一样 要不 你管你让他爽不齐 你会记住 你真是 你不要信你了 我 你信你了 我败你了 我败你了 妈 妈 我败你了 你怎么想不死 我败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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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全力放 别说 不败 我让你妈 不在你面前 我今天不用杀了 这孽主 你睡 陆远 你应该不能别闹了 妈 你还嫌我个别人吗 宋静雪 你知道你妈刚在我耳边说了什么吗 她说 二魂你也出 杀害我们女儿的宝秀 妈 这是 你这丫头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小心那个肺腑 她呀 就是故意在闹事 不想让你接受紫诚集团 我可是你亲妈 这几年 你也需要帮了你多少 我们还会喊你 这三年来 我为大侠开路 为世界平乱 如今我功成身脆了 本想让你们母女想想轻夫 所以才送上了紫诚集团 可是你呢 话已至此 还不相信我说的话 事实就板见眼睛 你让我仔细相信 陆远 我求求你啊 你让我现在把紫诚集团接受了 我再跟你一起回去看小三 好不好呀 你被你骂死 听信念初 对你自己丈夫的话 一句不听也就不去 可是你对你自己女儿的生死却毫不关系 与其他想着紫诚集团 你不觉得你很像个咖啡吗 陆远 你知不知道 今天 我本来可以在这名流灰神大黄光灿 成为大夏最有名的女总裁 甚至 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那个传说中的神君 而你对我接受的 是百般阻挠 你口口声声说 你希望我和女儿可以享福 我现在问你 你做什么 事到如今 你还是这么执迷不顾 都知不为恨 出现去 要可救你 既然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给你紫诚集团而起 对吗 你去收回吧 通知下去 收回紫诚集团 解散明流会 解散明流会 收回紫诚集团 你真把自己当神军不成 我们可调查过你 你的履历平平 一年收入不到十万 你怎么可能会是神君 看来你是没有见过这个社会的黑暗民 你知道得罪了我们三大家族 这个后果 你是承担不起的 你个坏乌乌习 还赶紧跪下 三大家主道歉 否则 让你和你妈 阴阳两哥 杜云 你看看你自己的处境 这明流会上所有的人都不认可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行吧 明流会的地流人物都站在我这边 你要是敢杀我 就当于得罪他吧 女儿 女儿生死 却听些帮凶的话 一直坦顾他 知名于集团 你马上就会知道 多么的一群可笑 没有你 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 看不齐我 凶如你骂 甚至费了前权 谁也会被人谦害自己的亲孙女 七心可准 你们 我女儿生死 你们这些身居高位之人 却摆除一副高高在上的自开 这位普通人 就不愧发生 女儿就不值得被报仇 既然你们 都是为了前权 即使也没有必要隐费 山女 保护之力 本霸宴召集世界各国名流齐军 今晚 宣布 人心掌握世界 另外 该百万大军 即叶京队三大家族 新军的怒火 天下大了 看来世界包困有什么 陆叔 连您这天下第一霸主都感觉到关了吗 神军的怒火这世间没有一个人能重说得住 不过这跟咱们没关系 加快车速 当我明流夜 大人拿未来电话了 什么事 计划可以启动 很好 等了三年 我终于能落 陆云 我很期待我们的相见 山女 传我之令 筹备霸主意 召集全球名流齐军 今晚 我要宣布 重新招务世界 明白 快百万大军 祭秘境 三大家族 神女大人 那是神军的心腹 更是这全球紧急势力 推进国际的负责人 你也配称呼他的名号 我们三大家族宣布 孽少我们爸爸 你这个被我今天如果感动孽少 就是跟我们三大家族宣战 怎么 我刚才说的不对吗 你妈一个死了老公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的 欺负她 看不起她怎么了 像你们这种 没钱没事的穷贵 就应该快逞 位于当下的流 竟如此包裹一个卑鄙小人 看来大夏也该喜爱 将你们这些愚蠢的东西 就算大夏第一霸主家族 陆霞家族来这 他也不敢说能让大夏喜爱 你算什么东西 小家人 你刚才忘了吗 这个废物啊 说他可是万人之上的神军啊 那缘 我只说一次 放开年少 我一定是 他可是杀害你女儿的军手 你把紫城集团接手烟闹的 吴越照气的还不够吗 你还要拿我的女儿来欺骗我 用你的福气感情 我跟你最后再说一遍 放开年少 给京都的三大家族道歉 你一 你找我一句话都不信 说就是 吴越 我们离婚 你一进来 就拿女儿被杀害的谎言 来回我的紫城集团 后来又说自己是神军 还说要取消明流会 你让我相信 好 那明流会为什么还继续 紫城集团的接手烟 他为什么还继续 你走就是三年 我以为 你想让我们女儿 有个国上更好的日子 可你 我没想到你一回来 就要亲手毁掉我们的生活 你要真要你自己 说的那么厉害 你自己的事情 你就自己解决 这才对嘛 没有楚小姐保你 我们三大家族 要动你一个无名之辈 那是手道秦来 穷三的女人 你和你儿子叫我完蛋了 男人将这小子手脚打断 给我丢出去 可笑 可悲 陆云 这都是你自找 什么 杜舍 你肯 谁敢动我陆正天的儿子 紫城集团 被收回 谁敢动我陆正天的儿子 紫城集团 被收回 静远你说什么 紫城集团被收回了 面上这是怎么回事啊 见过陆家主 陆小姐 陆兄 怎么没听说你今天要来啊 你看 咱们几个是不是 陆兄 你这是 陆兄 我 你是当我们陆家脾气好不成 陆兄 这个是名流会 不然你全记着 那又如何 收回歇而折 死 静远 你是说 他们就是第一家族陆家家主 那陆云 岂不是陆家的少爷 难道是四辰集团 真的是陆云送给我的 那小小的事情 妈妈 妈妈 我们终于相见 妈 老公 你说什么 小小她失踪了 你说什么 小小她失踪了 老公 再不她孙女死了 我知道 交给我 我只问一次 谁知道 伤害我陆家孙女陆小小的兄爪 一闻可知 今日之前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动物的事 倒是你陆这天 这陆牛会上 打了我们三大家族联络这事 你不给这算法了 没错 我们活了几十年 谁见了我 都是恭恭敬敬的 没想到这一天 背影 不死 没办法的 啊 我今天 你去给我们三个招去 我今天的心情很糟 你不能再多说几句 我还求你吗 你 我今天 看来你陆江 是否我们三大家族 算四块脸了 嗯 儿子 凶手找到了吗 说 谁杀的个女儿 不是 我也是被指使了 谁 我不能说 你老婆 她 她脱不了干系 什么 拿下 陆江 你给我解释清楚 你说 不是我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小小的失踪的 你刚刚才知道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误会 你现在一句轻飘飘的误会 你以为事情就能解决了吗 小小的不在了 我也很难过 你要我怎么样吗 这是可笑 之前你还使不得撒手 这个死成集团 还舍不得回去 我 陆家主 您儿子 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君吗 谁给你的胆子 刚给我上神君的称号 你是想调拨我陆江 与神君的关系吗 各位 你们都听见了吧 这陆云不是神君 紫生集团被收回 肯定是别的原因 什么意思 不许王 你怎么还不知道 你儿子刚才说了何等大不敬的话吧 这小子刚才可是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说他是神君 而且他还说 这紫辰集团是他受益中 刚得到消息 黑金国际首席执行官即将到来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你应该清楚 神君集团 是神君的事实力 那就是意味着 神君集团 朱小姐还是一如计划的托名 苏兄 神君大人的身份 何等三费 你儿子今天 在这名流会上 当着大厦九龙的面 公开冒出神君身份 已经让神君动路 顾尔派来的黑金国际的首席执行官 你弄下 掌握你的气 把射击完蛋 小云 你是否说过你是神君这句话 辞成 我先辞 让所有的记者删除我而说的话 是 你们也去 已经迟了 现在整个大厦 都知道你儿子刚才说了什么 我也不会亲自向神君道歉 朱小姐 如今的局势 已经在求 这都将 报复神君身份 即将分崩离析 而你又得神君恩赐 只要你 愿意和我们三大家族站在一边 我们三大家族 可扶持你楚家 成为京都的大家族 多谢家族们的谈 只是我女儿她今天生死为 我实在没有经历 参与你们的斗争 我刚刚被收回了我的紫辰集团 怕是神君他 继续 你在说什么呢 紫辰集团被收回 最大的可能就是 这小子 惹得神君不快 导致收回 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再仔细想想 小小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是怎样 我敢肯定的是 这小子把小小藏起来 为什么 我们走得是好小小还在家 我们离开了 小小我突然失踪了 他的孽主被你推下阳台 幸好我及时发现 已经送去医院治疗 你听见没有 他刚才口口声声说 小小死了 现在又说把小小送去治 我们该出门多久 你就做了这么多事 徐泽兰 告诉你 小小的死给你 脱不了干什么 你别逼我 你什么意思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把小小藏起来 你又大闹 名流会 还冒充神君 是你惹得他老人家不快 所以 他才收回了 我的紫辰集团 你在 你居然又对我妈动手 走了三年 怎么就变成这个不要子了 你这是相信你妈说的话 觉得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背后策划的 包括 包括这个 你差点丢掉的紫辰集团 难道不是 他刚才说的话 分明就是在承认 自己是报凶 还有你 脱不了干系 你刚才要杀了念少 人家不得要抬入进去 你相信你妈说的鬼话吗 你还想打我 陆远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告诉我好吗 念少他刚刚说的话 的确让我很失望 但是他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帮凶 倒是你 一进来 就毁掉了我的紫辰集团 接手院 还让我们出家 在大厦的各个名流面前 丢尽脸面 等一会儿黑金集团的首席到了 你就完了 就是 你别以为有陆家保你 就可以在这里肆意妄为 等黑金国际首席一到 就凭你冒充神君这件事情 就足以让你入境 和你一起玩玩 老公 这又这么严重啊 别说是陆家 就是把京丑所有的家族都加在一起 无论是权势 权势 甚至是武力 在神君眼里我们都能隆起 对于神君 我陆家没有任何抗亡的能力 这怎么办呀 我孙女已经死了 我不能再让儿子遇难呀 未经之计 只有我带着小云 一起去跟神君道歉 陆正天 冒通神君的后果 你应该比我们清楚 想他道歉解决 你未免太一小天开了吧 啊 没错 你们陆家 在大厦的法律之位 应该一起去 是时候 该让 你们两父子 如同杀我们八种事 我们自己百倍奉还 告诉你 我现在的心情很糟糕 你们要是再敢招惹我陆家 我现在就灭了你三大家族 陆元 你疯了吗 你已经把陆家带入泥潭了 你还要继续得罪三大家族 你再这么做 谁都保不了你 可行 真可行 从来只有我保他人的份 何来他人保我之处 好 无愧是我陆振天的儿子 今日我儿所做之事 无愧于亲 无愧于我陆家 就算是神君怪罪下来 我陆家也站在前面 替他挡着 没想到大厦第一霸主 是你陆家 这俩会为了一个矛头小孩 断送家的未来 天真又有可笑 小子 真吗 逗 你看看他 当黑天国旗手机一到 你和你陆家 还有我们秦三国吗 就含有了 陆元 你看看 好好的名流会 被你一个人 搅成什么样子了 现在 谁都救不了你 你满意了吗 为了女儿 别说是名流会 就算是这 我也照样通过 除静雪 我已经给过你后悔的机会 是你对着我失望 陆元 事到如今 你还说这种话 你不就是想证明 紫辰集团是你收回的 我的女儿 是你也笑傻的 而你是真正的神君吗 等一会儿黑天国旗的首席到了 一切真相自然就解开 等那个时候后悔 也来不及 三大家族还在等什么 这小子冒出神君这件事情 必死无疑 趁着黑天首席还没有到 赶紧站着上 抓赴黑暗 男人 我和谁敢动我 今天 我们三大家族合力 就算一路去 也保不住他 我说的 哎 哎 我去首席 哈尔布 公英首席 这就是传说中 黑金国旗的首席 果然气势非凡 哎 他身边怎么带着个 那是武道宗师 不要妄言 武道宗师 一位武道宗师 可敌万人规模的 精卫游兵团 在云城 拥有一位武道宗师 就可以获得绝对的权势 成为云城的化妆势力 那要是我家静雪 身边有个武道宗师 那岂不是 钱全数少拿 武道宗师何其珍贵啊 就连京都的四大家族 也只拥有不超过 十位武道宗师 一般人 就算用了再多财富 也未必能请来一位 看来 这小子 今天有大女 谁是楚敬雪 首席 我是楚敬雪 果然国色甜香 不愧是神君大人 看上来 首席 你有所不知 刚才一名来的时候 有人冒充神君 借神君的身份 大闹名流会 谁这么大胆子 敢冒充神君 首席 我们三大家族可以证明 神君为我大厦开路 本应该享有至高荣誉 如今 却被这小子冒充 还望首席大人 还望首席大人 是谁 祖子 首席 就是他 还有那陆家 包庞 协助 冒充神君之类 你们 首席 我儿 近日痛施爱你 说了一些胡话 还望首席不要在意 我陆家 愿意拿出最大的诚意 最爱你 陆家 你们陆家在大驾 可是霸主事 京都四大家族 你们才守卫 竟然带头对神君 此罪 将担忽 首席 我陆震天愿代我儿 那一切何果 首席 那个陆云 刚才说了很多对神君大不敬仅 他是你连你都不放进眼里的 那 放肆 我都要看 让陆震天 如此 陆震天 首席震怒 你怒家 今天和你儿子 陆震 查尔 跪下 跪下 这是怎么回事 他有着手机跪下 难道他真的是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这手机没散 这不应该啊 老二 你已经羞恶 吵死 你敢以下犯上 亲爱的神君大人 你已经不是黑金集团的主持人了 那是你 背革 让他怎么 叫背革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词兵了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不能静 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可以吗 他可是黑金集团的首席 他是神君的手下 你就当初消灭他 你不行的 你知道吗 我别想 小云 你冷静点 小心 我愿意替我儿刚说的话道歉 陆震天 你和你的儿子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儿子冒通神君 羞辱首席 你竟不停地维护他 现在想告严谊 你这道歉 你这未免太不把神君 还有首席当回事了吧 没错 首席大人 这个陆家 一定是仗着自己是大厦的霸主势力 天下无敌 所以才不把神君 还有您 放在眼里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小挑拨我陆家与神君的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 这可不是我们的小人 他儿是你儿子 陆震 你现在跪下 给首席挑戒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女儿的事我还没跟你算 陆云 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我清醒 你让我清醒 你中断了我跟紫辰集团的接手一样 你还被女儿藏起来 你又说自己是神君 好 我可以信你一回 但是我们等来了黑金集团的手心 现在压根就不认识你 你还当众羞辱人家 你知不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紫辰集团和女儿的事情 而是你要完了 你明白吗 所以 你让我向他跪下道歉 是在救你 不然呢 你每次说过事情都是我才给你擦屁股 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你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勇气的天真啊 我一个夫妻请身 既然这样 我可以饶他一样 也可以帮你恢复此分情 但是前提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树西 您说 跟着小子离婚 然后改嫁给 聂 聂 这 静雪 你这丫头还不赶紧答应呢 聂少对你那么好 妈就本想着让你嫁给他 这首席都开口了 你还不赶紧答应 我跟聂少认识已久 今天的紫辰集团这件事也是聂少 拜托我跟神君争取的 能嫁给他 才是你的性命 要怪 就怪你是不该生的人 所以 我女儿生死 这背后的一切 都是你永世的 陆元 你够了 我知道你现在被蒙蔽 来请你在最后相信我一次 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小元 你的意思是 我的女儿不可能无缘无故 从这样被害死 我唯一的可能 就是知道我身份的人 想针对我 守夕 小元给我一个交代 大胆 你陆家 老来的资格 那对守夕的我 论是谁敢伤害我的孙女 我陆家 一个不死不休 他们不像是作息 难不成小小真的出事了 茶儿 我恳请你 给我一个说法 今天之前 你还是一个普通家 我堂堂黑金国际首席 为什么要杀害你女孩 陆家 陈军前阵子还和陆家联手 共同对抗境外势力的围剑 关系不错 我又有什么理由 被你陆家的孙女下 更何况 我今天才知道你也有孙女 现在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小小鱼 来的理解 熟悉的不可能比我更紧直的 至于你 今天之前只不过是楚家的女婿 我半个眼都看不上 就算你现在是陆家少爷 我也瞧不起 各位 你们应该都听到了 陆云冒足神军 不知悔改 甚至还对我们首席 长家杀你之罪 这是对黑金集团 还有 神军的大合计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既然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道歉呢 从你今天一进来开始 你的行为举止 我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哪怕这个世界都不相信 都对我冷朝任何 我依旧在想你解释 可是自始至终 你却一直都站在我的对立边 我还没有怪你 你自己还委屈起来了 那你说说 你想怪我什么 非要逼我 那你再丢一次人吗 那你说 好 第一 你把我们的女儿藏起来 用这个理由 大闹名流会 在这里找存在感 第二 因为你大闹名流会 惹得神尊不开心 他取消了我即将接手的紫辰集团 第三 你冒充神尊 还当众羞辱 黑金集团的首席 直到现在 你都不知悔改 你自己把这些事情都联系起来 想一想 是个人都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什么 你最要让我把话说绝吗 你所说的 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够绝了 说出你的心里吗 这有什么区别 你真的要我说吗 说 你一走就是三年 你是五成内心自卑 你看不得我成为紫辰集团的总裁 所以你故意把女儿藏起来 来到名流会闹市 你的谎言 被我妈和孽少拆穿 你又说自己是神军 结果没想到 黑金集团的树心 彻底卖你大力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依旧不知悔改 你居然恼羞成功的去羞辱首席 这就是你的心理了 说白了 你还是变成一个紫辰集团 怎么毁了你 难道不是吗 这紫辰集团本来就是神军作作 如果你没了 我现在已经成功接手了 假以时任 我还能够接触到那位神军 就只是不错 他十辈子都修不来的机缘 而且你也可以借着我的名气 去做一些小生意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可以过得很好 宋云 你亲手毁了这一切 我没有 你要和我离婚 你知不知道 刚才你各种闹事 在各方的压迫下 我都没有想过真正的要放弃你 结果你自己提出来 你要和我离婚 我说的任何话 你都不相信 反而是一直站在孤立我的那一面 既然是你先提出的离婚 那我就成全你 签字 你还怪起我 陆远 你实在是太让我输了 我没想到 你走了三年 那你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你马上就会知道 你现在有多么的愚蠢可笑 陆云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这丫头疯了吗 首席都要把紫辰集团重新给你 你看机会干嘛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 好 首席 我已经和陆云离婚 紫辰集团 可以让我重新接手了吧 当然可以 不过今天 你得在这里和念少成亲 首席 你再怎么说 他处境学业 是我陆家的儿媳 这才刚离婚 你要他当着我儿的面 与别的男人结婚 你是太不把我陆家放在眼里了 没错 就是不把你陆家放在眼里 你竟然帮着这个小子说话 那你陆家 十秒钟内 让陆家破产 可笑 我陆家资产万许 更是大厦霸主势力 你不过是黑金国际的一个首席 你有什么能力 让我陆家破产 三 二 一 说了 什么 我陆家被国外 巨额资金打崩 我 我这回事 没怎么玩呢 陆正天 你陆家刚才在销上进了 陆正天 黑金国际 那可是神军的核心势力 你们陆家到现在 竟然还为了一个矛头小子 不知死活的对抗 真是可笑至极啊 从今天开始 京都 就只有三大厦 现在 知道 怎么回事了 我不知道你甩的是什么手段 但是 最近武器 一定不会被你掌握 人 十分钟之内 召集所有人吧 来打下地井 寻找叛徒 小子 你还嫌你老的笑话不够多吗 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 你就是个漂亮的小丑 小燕 你带着你妈走 今天这个局势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不过 我得感谢你和我女儿离婚 这样 他就可以坚守此臣集团 再次知道传说中的那羽神军 导致欺慕 何必等于 朔西 我父母语言 已经离封了 虽然他多次出言冒犯 但是我相信 他已经意识到你的错误 还请您高太贵手 放过他 放过路 你丫头 你把胡说什么了 早就听聂少说 你是一个好女 不过神军和黑金国际的尊严 不许可 来人 放着他的双腿 陆家主人何在 陆家谁 你 你竟然把陆家十个五道东西都带来了 十 十个 那岂不是相当五十万部精锐勇兵团 看来你陆家 一开始就没打算 他啥 谁 来自马祖 老子清澈 以后 你就是陆家的家主 陆家 不愿意黑金国际为敌 他就懂得我的逆点 那我这帮老骨头 就只能和你拼了 区区十个五道东西 你以为就能跟黑金国际对抗吗 又来二十个五道东西 啊 叶少 你不是说四大家族加起来 也才十个吗 就是三十个 这些大势力肯定都会隐藏一些 我以为我是低估了陆家 没想到 你怎么还进国际呀 二十个大势客 陆家 应该晚了吧 今天陆家 毕死无疑 还有那个小子 你那死亡 来二十个 是因为这酒店 太小了 门口还有一百个五道东西 陆家 你闯着 我去 那我下次不追路 陆正天 你陆家已完 你保不住这小子 小姐 奉神军令 写百万五道宗师支援陆家 小亲叛徒 奉神军令 写百万五道宗师支援陆家 小亲叛徒 百万 四大家族加起来 不才几十个吗 神军 我们的人在赶来的路上 遭境外势力拒击 甚至黑金金山也出现了 恐怕是痛无疑 难过了 不过他们都是一群 萧小之辈 今晚成熟便是 还有一事 你的女儿在化身衣的救助下 也有苏醒迹象 好 那就好 神军 你现在的处境 属下担心 若是在今晚举办霸主宴 你的亲人 会遭受危险 看来 小小的推下阳台 又将被打压 军选被要求家庭灭出 审判对的就是针对 没想到 另外室的审判打起了如此 无论 大妈 被进去 那就推迟到三天之后吧 三天之后 倾尽全力 剿灭叛徒 还有 照顾好我的家人 是 神明大人 这是什么风 把您吹来了呀 我大厦四大家族 不可出现那一斗 再被我发现 你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神女请留步 神女请留步 什么事 神女此次前来 是为了陆云吗 如果是的话 那她是不是神君呢 你们的事 我不了解 也不会干涉 是与不是 你问她几口 可是 继续 神女说的对 咱们 当面与了陆云 不就知道了 陆云 黑金集团的首席 还有神君大人的心腹 神女也都在 我当着大家的面为你 你 是不是神君 现在承认 相当于和静人 是一丝玻璃 对爸妈 还有对自己的问题 会造成危险 对我 对我 不是 各位 各位都看到了 神女一来 这小子就不敢冒充了 陆云 既然你知错悔改 那你就当着大家的面 把你刚刚冒出神君的事情 跟大家道个歉 道个歉 我夫妻六年 我 陆云 我看你就是仗着我们夫妻六年的感情 一直欺骗我 你真的是不懂感恩 你知不知道 我一直在替你擦屁股 我不懂感恩 好 除静许 三天之后你就会知道 那我们是谁 不懂感恩 你还是那么不知悔改 你还不知悔改吗 某些人 刚才还说今晚要开霸主宴 公开神君身份 要我们好看 怎么 现在就变成三天后了 好 小月 那今晚的霸主宴 你霸主宴 你别不发现了吗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暂时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所以不仅霸主宴 退迟到三天之后 难道你真的是 好 手鞋 刚这小子 修了你的事情 还没有处理呢 别以为老子少 小月 是是是 手鞋 我知道错了 如今的陆家已经破产 十个五套宗师也身受重伤 现在陆家 不仅价值 你们的恩怨 你们自己解决 是是是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你还想要回紫神集团 还想跟神君接触的话 那现在 立刻跟 聂首成婚 立刻跟聂首成婚 小子 你都和我家进去离婚了 我警告你 别想放 你走吧 我不需要一个门口火焰的人来保 就是 还说自己是神君 神女一来 就严了 小子 我听你这意思 你是说霸主宴要在三天以后举行是吧 是 其实 你也看到了 之前说是金了 现在又说是三天后 我估计三天以后啊 又得说是一个月以后了 这种人啊 趁着做了关系最好 陆云 你刚刚说自己不是神君的时候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悔改了 没想到神女一走之后 你又开始拿霸主宴说实 我最后 再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 三天后的霸主宴 你会知晓一切的 到那时候 希望你别后悔 爸 神君到 小子 向神君为何不归 看来这小子入戏了 见到神君还敢站着 陆云神君来了 你还得快跪下 小园 这个 原来你和这些静观神 真是该死 还有 都是谁 陆云 你疯了 他可是神君 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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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不仅大闹您污碎 还冒进您的身份 那你别说了 神君为大厦服务 他却在冒充 这样的人 就应该成见一番 对 还有陆家 竟然担着这小子来 冒充神君大宁的身份 最终法素 奇怪 万国上会怎么和神君一块 难不成 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此人岂不是 陆云 你快跪下 在神君到街 陆云 这可是世上身份超觉的神君 他一念之间 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在此等大人物面前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再乱说话了 不然我真的保不住你 可竟然是你为何活到 你想什么 你就知道 陆云 这一次你能不能答应我 说到一定要做到 妈 再怎么说 我跟陆云有六年的夫妻感情 而且小小他不能没有爸爸 我求你 你不要再为难陆云了好吗 你丫头 好吧 神君大人 陆云他之前确实说过很多古话 我都已经教训过他了 希望您能大人不计小人物 神君真实 听闻你想要紫神集团 他想要获得接触我的机会 即刻起 恢复楚晋学的紫神集团 明灵不积蓄 是 能计错的话 你已经疯了 只要你能 嫁给聂处 我可以考虑 以神君身份和楚家合资 如果你能 嫁给聂处的 我可以考虑以神君君名和楚家 是你 把我女儿推下去的 陆云 你又开始胡闹了 我没胡闹 你说这话 自己信吗 先说我和聂少是方兄 之后又说首席大人是凶手 现在神君来了 竟然说神君是凶手 陆云 你听到了吗 你这么做 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对我身边的人吓上 小云 虽然我不知道你所图为何 但小不认 在乱当你 神君我为我儿的不敬 向你的道歉 我说陆正天 之前首席来了 你这样也就算 现在 你儿子当着神君的面大不敬 你还这么扶着他 他可是一个成年人 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 就是 这小子 让这无人惩戒 口出狂言 还换神君的名声 该使劫 陆云 你刚才答应我的话 你现在有食言了吗 是 恐怕我 而且爸爸继续不散 你爸 不得在那前 叫我大行为这个敬畔事 小吵就行 一起自然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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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君还想走 妈 神君还想走 你这小子 因为明运会是儿戏 说来就来 说口就走吗 别比我 我好怕怕呀 你一个废子 都弄下看看 行了 让他偷发 神君 这小子冒充你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吗 这世上冒充我的人多了去 何必计计 一路好走 陆云 你还不多谢神君 各位 今天我来到这儿 楚敬雪的事为小 还有一件事 需要各位佩服 神君 您请说 由我作为担保 我大厦各大顶流集团 家族和境外势力 建立股份制合作 由大厦 我 境外势力 三方师傅 神君 这境外势力 和我们斗争多年 如今建立股份制合作 会不会太冒险 是啊 神君 今天 我大厦的顶流集团 若是签了这样的合同 出现什么意外的话 那会不会 你们说这话 难不成 这质疑神君大人会勾结境外势 曾太大笑了 嗯 神君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这名文会 可是聚集了大厦 先入顶流势力 您说的三方尺卜 确实有一些风险 对 我想你们恐怕是误会了神君的用意了吧 聂少 您此言何意 神君那是何对 掌握着至高无善的财富和权力 更是进入霸主 就是这样的一位存在 身上 同样流着大厦的血脉 三方控股 神君肯定是倾向我们大厦这边的 这意味着什么 我想 用我多说了吧 聂少这是说 如果神君三方吃骨方案 神君吃骨一份 我们自己吃骨一份 就是三分之二 那吃骨权 就是在我们大厦这边 有些事啊 你说的太平白了 大宝 你觉得如何 神君这三年为我大厦开路 财富更是达到了恐怖的数值 我觉得他没必要坑害我们大厦吧 我也认 好 那就这么定 我萧家同意神君的方案 愿意让出 我萧家自查 共同掌管 我皇家也同意 我许家也同意 丫头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这可是天安邦的好机遇 我劝你们别签协议 否则整个大厦机遇 将会在你们手里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溜溜离开 还想耽误大厦机遇 乐云 你不是走了吗 我该若是真走了 那大厦 就彻底毁在你们手上 我不管你是谁 为什么要针对 但你既然身上留着大厦的心 就不该做出这种 通敌叛国之事 谁还找得疯了 金儿书神君 通敌叛国 我们身为大厦顶流市民 可以对小家变敌不轻是非 但是在国家面前 务必明辨是非 守好底线 切莫为境外势力 引进出场 大厦 我现在 倒是知道了 你呀 是老四有问题 之前 你和处下个离婚的事 我们不想管 但如今涉及到 我们大厦市的今后的发展 你一个忙碌小学 他没有资格 在我们那天说教 国家大事 只容你一个追逊忘记 乐云 我们的事 只是小家小事 而这是关乎到大厦今后经济发展的国势 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说话了 真的很丢人 除静许 我请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 这个人 很有可能 就是将小小推下阳台的杀人凶手 而把现在怂恿各邦顶流市人加入起 只能你们签下这份协议 在大厦的经济 将会倒退十年以上 这一期 你担不起 我们更担不起 我们担不起 小子 你可是今天在场的 我是什么样的阶级人物 说的直白点 今天 我们在场的这几十位 都可以决定 大厦今后的经济走向 你竟然敢说 我们担不起 身在其位 必成其责 既然你们几十人 的确关系着大厦今后 未来的经济走向 那就更不应该轻易相信 他人非我族类 其心毕业 小子 我认同你最后一句话 那你什么身份 我们什么身份 我们做出的决定 岂是你非质疑的 你依靠的路家 也因为得罪神军而破产 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天真和幼稚 傲言难却该死的鬼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洗我精神 你不要后悔 我们活了几十年 不用你一个忙 我走小子来说教 行了 你看看今天在场的 哪一位不是威震大厦一方的大人物 你看看在场 谁相信你说的话 我相信陆云的话 我顾氏集团 拒绝合作 我劝大家这一次相信陆云 不要和境外事业 顾小姐 你们顾氏集团在各大家族中 好歹为了第二铁队 是谁打倒天意 竟然会相信一个矛头小子 我顾清诚做事 还轮不到你这个老糊涂来说教 我原本对顾总心存静 没想到顾总的眼光和判断力 不过如此 看来 楚小姐对我很不满意 是因为我相信了陆云的话吗 那不如这样 我们来对赌如何 你想赌什么 教赌陆云所言是真是假 书的人 当着大厦各界名额的面 承认自己 有眼无珠 这宋少门出名的结果 我也想赌赌赌赌 今后 你再大厦等一起 陆叔是他 好 我答应你的赌赌赌 哎呀你这丫头 你何必疼我们这套活水 陆叔 我顾家能有今天的规模 全看陆家来相助 我还没有报恩呢 放弃 陆云所说的 未必不是真的 没想到 堂堂千亿女总裁 目光就如此赌赌 如此盛大的一场合作 你顾氏确定要放弃 顾小姐 这可是能够神军合作的好性 你顾氏确定他竟然不要 你真是愚蠢啊 那就请各位 拭目以待 神军 在场61家事宜 协议签订成功59家 只有顾氏集团和陆家 未签订 协议放在 麦西亚里面保存吧 是 各位 很感谢大家 相信 神军 说的哪里话呀 能和您合作 才是我们这些大厦势力 梦寐以求的机会 神军 如今大事已经处理完了 是不是我家静雪可以继续接手紫神集团了 别急 是 送进攻 是 涨了涨了 小姐万一事实 在签订协议后 竟然涨了百分之一百 我皇家也涨了百分之一百二啊 还在找 这个消息 残了也太快了 多谢神军赐你的合作机会 多谢神军 多谢神军 为大厦做事 李索 小姐 看来你故事集团 错过了一杯崛起的机会呀 可不止 故事集团 措施了你神军合作机会 投资人失望 导致 适职 大敌业 可惜了 每来年纪轻轻 就可以成为第一管理 现在一步走错 之后 不怕 再来一崛起了 你们这群老胡同 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们这群老胡同 别高兴得太早了 陆远 你 你们好歹是大厦顶流士 居然如此的天真幼稚 我没听测吧 你一个无权无事的丧家小儿 竟然说我们这些大厦顶流士的天真幼稚 如此无知小辈 小家主还是不要理贵的 免得呀 自己掉价 皇兄 言之有理 陆正天 你看看你这好儿子 不仅可能你陆家 还当面嘲讽 我们大厦各大名流 这可是 要把你陆家的合作机会都给断了哟 对对对 陆家现在迫强 古刀滋尸 伸受近伤 不仅这陆家大少女 对神君还有各位如性 各位难道不想惩戒他一番吗 妈 你不知道心痛男人倒霉一辈子 你想要觉醒 就不要留恋你和他的感情 还有你 父亲诚 你和我家进学比较舒逸 从今天开始 我女儿就是大家的千余女警才 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 承认自己 有眼 对 收了 就存在相应的后果 各位陆家 和这陆云大落名流 对各大名流和神君不敬 和肖家决定 永远断绝与陆家 和故事集团的合作 还是肖家 还是断绝 出根 还有 我皇家同样宣布 从今日起 与陆家 还有故事集团 断绝 和许家宣布 永远断绝 和陆家 以及故事集团的合作 我们也许多合作 在场的各大名流 对你陆家和故事集团都很不满 全部断绝 与你们的合作 喜欢这些无耻的老狐狸 捉取我陆家的生存也就罢了 何必要牵扯故事集团 谁不知道这故丫头 和你陆家关系 她不是相信你儿子陆云吗 这是她旧有自取 就是 陆君臣 你赌约输了 还不给我女儿赔礼道歉 说自己有眼无珠 行 我无意和你争套 只是我觉得 你不应该去相信不可能的事情 楚静雪 再吵几十个人 你身为陆云的妻子 你不相信她就算 你还让别人不相信她 我觉得你做得很过分 不走 你都太忙了 我劝务她 无数次让她不要你多我 我一直在替她擦拼 你自己理得清楚 是她跟我提出的离婚 是她对不起我 万一她自始至终 说的都是真的呢 怎么可能呢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脸 就连这次赌约 她依旧在被打脸 你觉得她说的哪句话 可能是真的 陆云 既然你敢跟我提出离婚 你就不要躲在女人的身份 你这么久 但我看不起 楚静雪 你现在这副模样 确实任何我陌生 你有没有想过 我变成这个样子 是你一副一副逼的 因为你的故事 泄露 因为你的爱说大话 导致的结果 你自己看看 陆家被你害得破装 故事集团 被在座的各大名流 全不停止合作 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不是回答吗 我说了 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却相信这个假神君的话 与境外势力勾携 迟早的自食恶火 你还要继续说这些 你不想当我都喜欢了 十秒后 你们所有人都会后悔的 是你们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 陆震天 你家这儿子 在这当俏良小丑 也拉你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带他到医院去看看老子吧 陆震天 你们陆家 好歹也是曾经的霸主 势力 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天真白痴的儿子 难怪你们陆家会被灭 不要替楚小姐说句话 这场赌约你输了 从今之后 大夏的坚毅女总裁 不再是你 顾清除 而是 楚静雪了 这多亏了你和我家静雪一婚 不然 我楚家的脸 又大 三 这场景 怎么如此热情 没人 怎么了 二 不是说这 一 小子 你看看 这里什么都没发生吗 对 十八 紧急快报日和通知 京东三大家族 以及大厦市值百亿以上集团 旗下所有资产被转移至国外 所涉及家族集团 市值出现暴跌 为首的肖家 皇家 许家市值跌至百万 即日清费市 故事集团市值暴涨十倍 成为新晋万亿集团 小家主你是怎么回事 肖家主 每个财产 真的不转移了 你说的 你说的什么话着 我说你这老糊涂 是你自己把资产给他的 看不出 他和境外势力有缩减吗 什么 山君 这怎么回事 感谢各位奉献的资产 我替麦歇尔先生 感谢 山君 你是在说笑吗 你真不会把我们的资产 转移给了这些经文势力吧 你可是山君 你竟然敢背叛大厦 叫我们大厦的资产 转移给这些经文势力 刚才陆云说的对 你们这群老糊涂 可笑至极 首席 你真是 不好意思 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老板 麦歇尔先生 以后大厦的经济 由他找 首席 连你也叛国 我本就不是大厦人 何来他 果然非我多累 齐心毙 麦歇尔先生 还有什么分 神君 你这个贩兔 你们这群老糊涂 到现在还看不出 这是个假神君吗 你说他是假神君 这这这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黑金集团的一个首席 做了内鬼 勾结境外势力 扶持了一个假神君 你们 真是愚蠢之急 不可能 我的自称集团 就是他给我的 他不可能是假神君 刚才陆云百般相劝 让你们别相信假神君 别叫出资产 可你们呢 一个个自私甚高 漫目自信 把家族和集团资产 全部交给了境外室 比起他们 你们 才是真正的叛国贼 他 他怎么知道这是假神君 陆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小子 你一开始就知道 为什么不拦战我们 都怪你 害得我们的自杀 被境外势力 全部转移了 肯定是你勾结境外势力 做局 卸了我们 可笑 真是可笑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 你们的无耻 你们这一群 愚蠢的老狐狐 根本就配不上 掌管我大下经济 八 八 七 陆云 你就这么早了吗 陆云 小小又苏醒的迹象 我本来就是要去看 在我问出真相之后 我会在三天后的霸主宴上 一步解决 至于你们将大下资产 送给境外势力之事 我该劝的都已经劝了 还是那句话 好言难劝 该死的鬼 不小心 不动 现在只有您能有能力 帮我们大下了 各位 三天以后 全球的名流财阀 将会聚集在大下 而我 将在那里宣布 掌控大下 欢迎各位 等 大下先生 不能走完 完了 这曼西儿 手持大下 究竟定卖 再加上 多国联合 大下 又被这些 定外势力给掌控了 难道我们 就成了千古碎人了 等等 你们想想 陆云说的话和他的反应 他会估计的事 你想说 他是真正的神君 他是神君 啊 这怎么可能呢 完了完了 我们之前那么对的 岂不是错事了 神君女婿 要是真认为他是真的神君 他可就太天真了 但是细想刚刚发生的一切 如果陆云他不是神君 他怎么会笃定那个 神君 神君我们楚家的命运都压在了这次明运会上 现在又被假神君骗 又错失了陆云这个神君女婿 我们楚家该如何是好呀 你们楚家这也太年轻了吧 竟然连这个都相信 叶少 你刻骨声称说陆云不是神君 可有什么证据啊 就是 我们之前也信任你 而且你跟那个查尔的关系 他他们叛国 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各位各位 你回我了 查尔本不涉及博士 我岂会知道啊 我也只是被他利用了 要不然 我刚刚跟他走时就知道了 那你说说 陆云是假神君的正局 刚刚传出消息 全球各大名流齐聚京都 真正的神君啊 在京都出了会议 你想想 云城距离京都两千多公里 那小子那么分身不成 神君确实在京都 看来今天这云城明明会 给了两个某种神区混蛋都行 今天竟然被两个某头小子给玩了 这是七四某种 据说 神君已经知道了 云城明明会的事情 非常震荣 将在三十五 举办地归宴 要想进入地归宴的几个 对咱们的三十之内 各凭自己的名义过去 看来神君对我们不满意了 毕竟红手让出大厦资产 神君不满的正常 不过 这次地归宴 是我等恢复元气 重回颠覆的机会 一定要获得地录四个 看来这次 只有神君 可以救我们大厦了 我等 务必要和神君搞好关系 哪怕附庸与他 再死不死啊 这么说了 陆云他大闹 神君对了 那还有说嘛 肯定是不想让你 接受紫辰集团呢 你对他有感情 他利用这一点来骗你 让你相信他 也很正常 不过没关系 这次名流会上 紫辰集团的接手 是神君审时 给予你的 有了这次关系 三天以后的地归宴 甚至你有机会 可以当面接触神君 这可比名流会的 机遇大多了 对对对 差点忘了 紫辰集团本就是 神君给你的 对两个冒陀 被搞砸了 进去 这次级归宴 可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遇到神君 一定要和他拉拢好关系 朱长先生 这次 紫辰集团被收回的事 你放心 在场的各大事例 都会为你解释 没错 这回啊 只能怪陆云那个废物 大闹成流会 我们会帮你 跟神君解释 神君必然会 还给你紫辰集团 这不是你和神君 接触合作的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其实 只要你在神君面前 都说我们几句好话就行啊 嗯 区区自成集团 各大家族根本不放在眼里 男的都是 你有那个神君接触的机会 所以 这些大伙子会有求疑 可是 他们都不复杂吗 他们只是财力复杂而已 你想想 他们都是京都大家族 掌握的全是合作的 你要记住 再往现在 全是联系 联系 联系 联绍说得对 进去 这次可是难得的机会 地归宴 他们肯定会站在我们前 由他们相助 你肯定能接触到神君 顺利合作 多谢联绍的提醒 过两天的地归宴杀 可能还需要联绍的帮助 放心吧 这三天啊 我会想起办法 帮你搞到地归钱 只是 咱们不要被陆云那个调梁小丑 少了个私 终于 哪怕你大闹鸣流燕 憨上顾清城 毁了我的名声 但现在 大厦的顶流权 全都站在我这一 地归宴杀 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终将会站在盈盈之身 而你和顾清城 却只能一页 清城 麻烦你把我爸妈送回去 同时安排好人 照顾 你是要看你女儿 小云 我也要去看小小 我也去 爸 妈 小小才刚苏醒 等她彻底好转了 我会带她来见你们的 可是 小云都这么说了 自然会有她的道理 我们 听她的就行了 好 小云 小小如果有消息的话 你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对了小云 你跟那个楚 楚静雪 真的离婚了 嗯 哦 那这样 我觉得 清城和你挺般配的 而且 这小小也不能没有妈妈 不如 你们两个凑一顿 不行 这 真是为什么呀 爸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了 我想赶紧查清楚这一切 不说了 这 这孩子你是 清城 这你为什么也不同意啊 陆叔 结婚这种事情又不是儿戏 况且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是谁啊 也不和你陆叔说说 对啊 是传说中的 那位神君 神君 清城 你就没有想过 小云 可能就是那位传说中的神君吗 陆叔 刚得到消息 云城各大名流都在帝都会合 而神君 正在找他们那儿 要这么说的话 小云确非神君 可他刚才在宴会上的所为 可能是为了唬住那三大家族吧 况且小小的事情 也确实让他 陆叔 还有从京都传来那边消息 神君会在三天后 开场盛大的宴会 而这场宴会 名为地归宴 神君并没有发放地归宪 需要我们各自凭本事去争取 神君的意思 怕是要让大夏的势力重新洗牌了 看来神君 这次是真的动怒了 打算培养新人了 我说这神女 写百万宗师助我陆家 原来 这神君早就知道 名流会上发生的事情 是 虽然陆家破产了 而那都是叛徒所为 并非神君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次 一定要抓住地归宴的机会 对啊 这次地归宴 非同寻常 他是会对大夏 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变故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走 神君 属下担心您的身份暴露 给家人带来危险 特以您的名义 在京都发起会议 并将三天后的霸主宴 改为地归宴 这是进入地归宴的地归剪 并已通知各方 需要各凭本事进入 这件事你做得非常好 我大夏的经纪 绝对不可能交到 这群老糊涂手里 确实在信息拍了 那被麦歇尔 他们掠夺的大夏资产 他们在我眼中 不过是一群萧小之辈 就算掠夺再多的资产 我也能轻易夺回 那寄命三大家族 是否继续 放在地归宴上吧 到时候 我会亲手揭开真相 找出幕后黑手 让重新是知道 他一直以来都信了些什么东西 还有 让各方势力洗牌 重新扶持 何事的对象 是 晓晓怎么样了 您的女儿刚苏醒 呼喊着要回家 属下已派人 将她送去出嫁 并派十位武道宗师 暗中守护 您放心 只是 她脑袋有些受损 需要静养些时日 晓晓这样没事的事情就好 对了 您暗中守护好我爸妈 还有京城三人 不得让他们遭遇不测 是 沈君 属下还有一件事 这场宴会 不同于寻常宴会 全球名流 已提前齐聚进度 全球各大记者 各大媒体 都在关注此次会议 您的出现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但境外势力 也想借机行事 沈君 这可是沈君令 您这是 传我之令 集结黑金 所有事 还有全球各大财阀 国主 告他 但凡是从前 是国安会者 三天后 齐聚地位业 神君 这恐怕会调起一场 化石权势之争 他们既然想玩大 但为什么不把事情 闹到最大 爸爸 小小 吓死你了 小小终于见了 爸爸 放心吧 爸爸在 真的吗 小小 你告诉爸爸 你能不能相信 张叔叔是谁对你吓一吓 你个废话东西 谁给你的资格 来我宠家的 我是来接小小 我马上赢 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说的 小小他被杀害了 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你现在在我的眼 就是一个彻头 唱我一个大骗子 就是 他就是个大师 静许 离他远一点 你看 人家面上 对你多好呀 小小要是有这样的爸爸 你们要 可就信 行了吗 陆月 既然是你 不够我提出的人 那小小的抚养权 就应该是你 你走 你不费 你还想要 小小的抚养权 朱静许 你知不知道 你身后两个人 有多恐 小小在你站 迟早会被害死 朱静许 是你 编造了小小被杀害的广权 还大闹了你没有鬼 现在你还不是有我妈和孽少 妈妈妈妈不要吵架 小小 妈妈问你 你的头疼不疼呀 不疼 那不疼 为什么要带绷带呀 你告诉妈妈 是不是有人 对你做了些什么 好像是发白任务的人 让我带回家的 小小 你能不能想起来 当初是谁把你推荐到来的 小小 告诉妈妈 妈妈走了之后 你有没有被人推下阳台 爷爷 我没有下阳台 我那天气也看到了 您的女儿刚苏醒 呼喊着要回家 属下已派人将她送去楚家 并派十位舞蹈宗师暗中守力 您放心 只是 她脑袋有些受损 需要静养天时日 陆元 小小才下来 你又怎么回事 现在你有什么好奇似的忙 三点 你会知识一切 你又说这种话 陆元 您可不可笑 三天后不是你说的霸主 而是地归宴 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什么等级的宴会 你连进去的资本 说将军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甚至站在你的角度 还会认为我们一直在阻碍里 但是 够了 你拿女儿的生死来开玩笑 大冒名流毁 还冒出神军 搞砸了我的刺沉集团不住 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和我离婚 摊上千亿女总裁 不清晨 陆元 你对不起我的还不够多忙 我不傻 你每次说的大话 我都会给你机会证明 可结果 是你一二再三 二三的被砸脸 你什么都不用说 陆元 我现在很明确的告诉你 大厦所有的顶流全是他们都站在我这一地龟宴上 我还能接触到神军 获得那无上的机遇 那个时候 我的身份和全是 将会一步等 而这一切都是我妈和孽少在背后支持 陆元 我这辈子都没求过你什么事情 但我就求你这一次 别来地龟宴 别要再来保抬我的未来了好吗 朱镜雪 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我很清楚 这些话很直白让你很难受 但这都是你一步步逼出来的 要不然就换你自己的女人 我懂了 从事之中 你朱镜雪只是一个旨在爱的才子 权势和地理 我所做的任何解释 这些都是一般不值的 你不用给我口帽子 你也不用装出一副受害者委屈的样子 你要还是个男人 你就别想着贪负其他女人 耍这些幼稚的手段 难找存在感 你这么 这么容易 静雪 你和他退款都不动干嘛 反正这次逼归宴 路上门槛极高 曾经的大厦品流势力都未必能进场 更何况 他这个满口大 好 好 三天之后地归宴 我不仅会去 还会让你们都知道 你们费尽心思所想得到的权势 在我心里 多么的希望 那我就在地归宴等你 但现实 终究是残酷 你现在 说的每一句大话 日后都会成为 打脸你的仇 行了 你走吧 小小我是不会交给你 他跟着你 只会吃 爸爸妈妈不要吵架都怪我吧 小小 放心吧 你等着爸爸 爸爸很快就会过来接你的 小小就要跟你照顾 我不信 他再受到任何伤害 我的女儿 我肯定会照顾好 恭喜一切 保护好我女儿 关键 小女儿 帝龟宴提前 今晚就想 没想到你们也拿到了帝龟姐 哎呀 别急 为这帝龟姐 差点倾家荡产 这次的帝龟宴 规模 前所未有 门槛 更是高知又高 就连顶牛司令 都未必能得到 一张帝龟姐 之所以这样 据说是因为这次帝龟宴 神军极有可能宣布 承控事件 看高台的座椅安排 看来神军是打算培养 左右臂膀 今晚为了争夺这左右臂膀之位 毕龟宴 必将 腥风血雨 这不是一步登天的机会 若是能坐到神军身旁的位置 在全球便是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群世通天 付出了高额的代价 才得到了这些费性 这机会必须要把握 褚敬雪 携大厦顶牛到 看来这传言不假 大厦的顶牛为了崛气 全部都倒向褚敬雪 这是想为褚敬雪遭事啊 小声点 褚小姐可是得到神军的赏识 更赐予了执撑几个 如今加上顶牛的加持 今晚的她 足够一步登天 看这次帝归宴提前 极有可能是神军想让褚小姐 朝日掌去 因为现在的大厦 确实需要一位拜领者 等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得到帝归宴 进入这帝归宴 要是被一个女人 得到神军左右必防的机会 令人太可笑了 十二千万国王主道 小姐 听闻你现在是大厦最耀眼的 有机会一起合作 迈西尔先生 你掠夺了大厦的资产 惹得神军震 你还敢来这帝归宴呢 神军请的是全球顶流士 我来这 何时很正常 连续 现在的情况 在场所有人的气势都比过 刚好你可以顺利成章的 坐在死军的前面 可是神军他还背包 今天神军我作为这么安排 肯定是想要我给你先行正义 这左膀右臂的位置 今天你一定要拿下 小姐 你放心的去做吧 今天把大厦顶流 全部站在你这边 大厦的高位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没错 朱小姐 你如今代表着我大厦的至高权势 所以今天这左膀右臂之位 你呀 必定要拿下 谁要是敢阻拦 我三大家族就让他破产 继续 咱们快坐 什么事 他居然真的 我就说这小子肯定会来搞 不过今天是鸡龟燕 太弄 这小子 这小子注定在门口丢进人面 你爸 虽然多了点点 但总比赛的弄是不一 陆叔 陆云这是药 谁能闹 今天咱们要做的事 只有一件 就是为这撑腰 陆云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为什么 你看看 外面围满了全球的技术 你再看看台下 哪一位不是世界居治 全是滔天富可敌国 而你现在 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你丢进脸边 你会在这个世上难以生 多谢叔总担心 不过 我今天来到这里 是为了让你丢脸 陆云 陆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云 你不够呢 陆云 你疯了吗 这可是帝君的专座 你快起来 我说了 我就是神军 你说的 看我丢脸 就是用这个方式 不进去 你想说 今天帝君爷 是非同寻常的 有什么事情 咱们回家再说 我说 我会就进去 让你还有这群人 明白自己 到底有多么的愚蠢可笑 陆云 神军 你就这样 放在你儿子 老师 看来你陆家当真 都把神军当回事 没错 我而要做之事 我这个当爹的 当然要全力以继 就算为此捅破了天 那又 哈哈 哎呀 好一番造成啊 可惜 你陆家已经破了 如今又得到神军 你家子啊 正在今天出尽阳相 承受神军之路 小子啊 我等大厦顶流 已经全部战队 楚小姐这边 今晚 我等她在神军面前 公开扶持楚小姐 她定今复中天 和你一个 无权无稀的丧家小儿 哪来的资格阻碍他 好一个战队 好一个扶持 今晚 你们将会为自己的错误 战队 心中戴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有什么刺客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给我起来 你有什么刺客坐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除了我 没人也不能坐 各位 听见了没有 这废物东西坐上了神军的位置 还帮助黄岩树自己是神军 这不仅是对神经的不敬 更是对各位的父 我怎么记得这陆云好像是储家女婿 在地归业上上演家庭矛盾 这就是你储大小姐的格局 我可听说 是你们的女儿之前被推下阳台 而你 却是你支撑公司 不愿意去关心你女儿的安全 这样一来 我倒觉得陆云做的没错 储小姐好歹也是一个母亲 而人体 如今不顾自己女儿的生死 和其他男人纠缠不清 这种女人不适合坐在神军的身旁 对对对 担当大任 各位我家孙女呀 活得好好的 继续 他们是嫉妒你坐上了这个位置 你千万别被淫习 女儿我求求你下来吧 你这样会死的 而且我们主宰也会丢脸的 你怕是自己的名声受到影响 你失去坐在这里的资格 对吧 不话可说的 对 没错 我就是怕自己的名誉受到影响 我怕失去我的权利 我怕失去我坐在这里的位置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让我把话说的这么难 为什么每一次当我要掌控权力的时候 你只要出现不爱我 就行 老呗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个废物早就被敬雪退关了 现在怀奋在心不断闹事 冒陈神军 现在甚至坐在神军的位置上 妄途阻碍进去发 官员 这可是帝归宴 情容一个小背景的老师男人 天呐 谁把舞蹈终胜 这下大厦的顶流 可是下定了决心 善罪出低血 我而来这帝归宴一没有扰乱宴会 二没有做伤天害理之事 你凭什么敢我而走 小小主 嗯 这外面技术不多 要是非要对这个幸福动手 是不是也得有充分的理由啊 也罢 带神军到来 这小子 还要是这墓地啊 我进去 对对对 这小子没有替龟捡 怎么进来 小家主 没有替龟捡来替龟宴 他坐上了神军的位置 这算不算是扰乱宴会吗 好歹我们一家人感情六 你为了让祖敬雪 能在这个宴会上大放育 不惜一次又一次的针对 动静下识 既然你们如此不留情练 那接下来 你别怪我 情练 怎么 你又想拿神军让我 你是什么笔子 我能不知道 我知道你这一刻 就是要权没权 要钱没钱的 坏东西 小家主 现在旅游公司 是不是可以将他们一家人 赶出去 陆正天 你找了十年的儿子 张湘镇 就让你陆家破产 他得罪了神军 你作何感想啊 没错 陆正天 你没有这地归钱 也敢来这地归业 我看你们 师傅把神军放在眼里 咱们家好像身上没有什么地归剑 我给你试试看 各位 我听得一清二楚 这穷三女人说他没有地归剑进来 那他没有地归剑进来 是什么目的你们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故意来闹事儿的 是定归业的门槛极高 哪怕是百亿家族 也很难得到一张地归剑 陆家 好歹曾经是京都第一大家族 竟然没想到 你做出这么多人 小子 我们可是冒着京家仗残的危险才得到地归剑的 你的地归剑呢 他们说得通 对 你的地归剑呢 陆云 他们说的对 你的地归剑呢 这小子没准说自己是神军 不用地归剑就能进来呢 地归剑 你这小子怎么可能有 我们京都三大家族 可是费了酒 用二虎之力才得到三张地归剑 才得以进入这地归宴 小子 如果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这地归剑 就带着你老爸 啊 对 还有你那个穷酸老妈 一起走这里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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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云 你现在出了众弩 你知足了吗 你想说什么 直说就行 我知道 你来地归宴就是为了闹事 为了阻碍我接受紫辰集团 为了阻碍我跟神军合作 可这是地归宴 进来的一简难求 哪怕是全球的大王 他也要花费巨额的代价才能进来 你就这么困执 你真的不知羞耻吗 他要是有羞耻心 才会带着自己的家人 一起来丢人吗 小费 你不是说你有替贵钱吗 你怎么废话 外面人还是不出事啊 你们 没有资格任务出事 你们 没有资格任务出事 我就知道 我对你的话术一经而处 你就是没有 才这么说的 既然他拿不出来 直接赶出去得了 跟他说话这么多办事 你们之所以拿地归剑说事 无非就是想借此机会 汉老师 想光明正大的打压我 赶我出去吧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辜 就算我拿出地归剑 你们依然会造出各种语 说他是简 对吗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们只是按流程行事而已 你们所谓的权势 只不过是包装虚伪的流程 用这些权势去打压别人 满足自己罢了 我从来不在意他们 他们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群龙蚁罢了 但是你得罪罢了 却让我对你抱一个最后一丝唤醒 陆云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这个地归宴 或许我还能原谅你一切的幼稚行 但现在幻想不过命人 是 行啊陆云 我们走流程 拿不出地归结 就裹出地归 出境许 连你 也学不着虚伪的权势之法 我只是按照流程办事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所追求的一切 我的错都可得 你们费尽心思想得到的地归结 在我眼中 更是废止一招 小子 你听不听到你这话 会得罪在场所有人 小子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是花了极大的代价才得到这地归减的 但是在你口中 就那么多值钱 陆叔 这地归减确实很难拿到 就算是我也得不到 要不我们 诶 相信 陆振天 你这是老子不好使的吗 连你和顾青城都得不到的地归结 难不成你信一个毛头小子是神君 我说陆振天 你们陆家 之前就是为了保这个白痴的儿子 所以才破了尘 今天是地归业 难得的机会 你到现在还这么维护他 真是愚蠢至极啊 崇三的你 你别以为自己翻身了 你儿子一个骗子 你老公一个破产 现在 还是那个叫臭叫虫的女士 行喽陆云 你拿不出地归结 这地归业就不合你 没可笑 光望无知 无言没活 这就是你们口中至高无上的地归结 在我眼中 位置一丈 这就是你们口中至高无上的地归 这就是你们口中至高无上的地归 各位 你们能够忘了吗 这小子刚刚做了神军指纹 这是对神军的大不敬 就算他拿出地归剪 如何 我而能拿出这么多地归剪就发动发动我们那些生了秀截了网的 我好好想想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各位 刚刚查了消息 地归剪藏凤之地被盗 我怀疑 这小子刚刚丢掉的那对地归剪 就是他道歉所得 你连地归剪都敢道歉 你这事也太肥了吧 你 相信我的儿子 可是 什么都要干着呢 你个穷酸女 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吗 这可是地归宴 他在这儿老实 道歉地归剪 还做神军的位置 今天 还不完蛋了 你们一家 都有为他配的 你们一家 都要为他配的 够了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感情 你不要逼我 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我逼你 刚才是你用你所谓的权势来打药 现在我已经证明了自己 你却依旧不行 你知不知道 你道歉了数章的地归剪 你刚刚还做了神军的位置 你今晚 必定要承受神军的怒火 你不关心自己就算 难道你不关心 你一个家人会被受到牵连吗 这所谓的消息是可以伪造的 这是西方端用的语言纪理 你鼻子是说 聂少刚刚给我们看的新闻 都是西方捏造的 那就是上了骗搜的 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会怪你 但是你不了解 就为了他来打骂 那就是你的愚昧不知 还有 我说了 这一辈子 除了我 我没人能做 好 你还要继续说你自己是神军是 那就别怪我这一刻起 萧夏主 你让我一道宗师 把他攒出去 动手 你们动神军 你们活腻了 你们动神军 你们合腻了 献神军 还不贵 神秘大人 他怎么可能是神军呢 你是不是 你若还是神军之妻 我可以容忍你的不敬 但如今的你 只是一个平凡女子 哪来的资格质疑神军 我 我 他既然真的是神军 那之前的消息岂不是 之前有太多人对神军的亲狂怀有威胁 所以我以神军的名义 再公主发起会 只是之前地龟宴不是说三天后 那为何之前 这你们就要问他了 是不是做了什么惹怒神军之事 难道 难道这一切都是我 叶少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不可能是神军吗 你千万别害我 叶少 这 这 各位 你们续下 这一句 骗了你们多少次了 可那怎么欺骗 眼前这神女的身份目中置疑吧 各位 你们再想想 神军之所以是神军 是不是依叫着黑金国际 叶少 你的意思是 麦希尔先生 接下来交给你了 欢迎我们的新神军 给黑金国际掌控令 神女 还不贵 这飞金国际 是空令 人 飞金集团掌控令 怎么会在你手上 各位 所以我说 不要再被人的小子欺骗 飞金国际 是全球最大事 因为至高主义 老财 掌控飞金国际 你掌控全球 而谁是掌控 谁就是神军 剑令如剑神军 你们还不贵 贵 你 这个胖国贼勾结境外势力 导致黑金国际的掌控令 走出一个假神军 就像广谷让我等 扶手成城 心妄想 爱草 他没有人是啥子 你口中走的神军 是千万十千 不贵我 大厦的军筛 那是大厦人 劝你回头下 那来 大家不太满意我们的这位新神军 白小先生 接下来交给你了 既然给了我们台阶 不愿意价 那我就说的再直白一遍 我们万国商会已经成见 并且联合了多国的势力和资质 再加上飞行国际掌控力 我现在已经掌控了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财力 以及无上的权力 比财力 你们在场所有人都会及我的皮膜 比权力 在这世上 已经没有人能站在我之上 从现在起 我 Messier 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而你 就只有两条路 顺我者昌 逆我者 王 念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够明显吗 谁想控制黑军国际 谁就是神军 而这位新神军 又是麦西尔先生的首相 麦西尔先生是世界主宰 也正常吧 好你跟念处 你果然是多云犯的 好你的混账东西 可以我们还信了你 念上 这 静权 你不是一直想要得到权势吗 现在 站队到麦西尔先生这一边 你就可以得到你项目的一切 甚至 你还可以和神军 一定说什么呢 那麦西尔是境外使命 这个神军 就是他不是的傀儡 那又如何 只要掌握着金钱 有权力 麦西尔先生 想让谁当神军 都可以 嘿 大厦 只求真正的神军号料 几乎把尸体 穿个什么东西 真正的神军号 你是说 陆远 你们别怕报复 他这神军 已经失去黑金国际 已经被架空 你就是个普通人而已 我算是东西 我们为这些境外系的利用 和真正的神军对立 从而引擎里赖 他们趁机架空神军 掌管大厦 聪明 不过 如今你们大厦已经失去神军 大势已去 想要存活 只能依附于 我们的麦西尔先生 你他妈 你这个叛徒 我记得你们的神军 曾经跟你们说过 大厦是毁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不过 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他说的话 静雪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相信陆远 如今你们的感情已经彻底破裂了 只能站在我们这边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接纳你的 你 我肖家 有罪 我说肖家主 陆远现在只是空有神军名头而已 你现在向他下跪道歉 有什么意义啊 是跪意 你这些境外势力 敲逐大厦资厂 我肖家 有罪 我皇家这一跪 不求神军原谅 指引我皇家 我皇家 退却这一大厦 贵物 反而贵这个被架空的废物东西有意思吗 我肖家 可是大厦 也致敏 也致敏鱼 生死留名 但是 这是我大厦的家庭 我大厦的事 好轮不着你们来插手 大厦 顶流势力都是何在 四位 四位 国兰当头 我等三大家族将带头 与这些境外势力同归一剑 杀 你老夫在 谁敢 我还想携手 你 你各位大厦人 过来面前 就人抱着这国外实力 我大厦所有孤岛总是合理 这不得他一人 他绝不是 就是如此 你们猜的没错 王老可是半神经的高手 别说你 就算是百万宗师围攻 他一人也可全部命中 半部神经 这个是陆地神仙 竟然也 真有人能达到 这都听见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战罪麦西尔先生这边 他现在 不仅掌控着全球40%的财富 更是掌控着 这世上第一势力 黑金国际 还有半部神经的高手 王老 别说他被架控了 就算他没有被架控 不是麦西尔先生的对手 各位 我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战队 麦西尔先生 我楚家 站队你这边 妈 你的丫头 你还看不起形势吗 妈 我心里真的很忽略 杜云他如果真的是神君的话 那他之前说的几不都是真的 那小小的事情 你个丫头还分不清尽重 现在重要的是战队 你还在纠结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可善 静雪 你想想看 我和你妈能害你吗 那小小的事情呢 是他欺骗了你 而且小雪不是在家好好的吗 你也看见了 我需要冷静一下 许义 给继续点时间吧 各位 你们还没考虑好吗 各位 我们已经做了对不起大厦的事了 不能再继续了 各位 何必这么在乎这些家国情怀的 你们所谓的这位大厦神君 不是说好了 为大厦开路 结果现在还不是站在一旁 干瞪眼啊 你这个半国贼 需要调破我们和神经的关系吗 啊 最后再给你三分钟时间站 三分钟之后 凡是没有站队到我们这边 全都杀了 你们 你们这是 卫兵利用 我现在就是世界的竹子 历史 由胜利者书写 杀了你 谁又能知道些什么 还有你 之前大闹万国伤罪 让我们脸面近视 今天 轮到我们让你脸面近视 真以为你掌握了百分之四十的财富 掌握了黑金国际 以及一个半步神经的高手 就能称霸整个世界 不然呢 现在 你们大厦所有企业的素质 有百万亿跌到了不到外 而我们的股市市值 达到了天外 达到了世界顶峰 你们大厦好歹是一个墙 现在所有企业的市值 加起来不到外 还妄想和我千万亿市值对抗吗 我大厦 所有企业加起来 市值竟然跌到了只有万亿 才知道 这里边的大头 还是故事集团呢 区区一个故事集团啊 十秒 我希望看到故事集团破产 让大厦彻底绝望 十秒 我希望看到故事集团破产 让大厦彻底绝望 什么 怎么样 故事集团刚刚八千亿市值 转身即逝 就被一股资产 给他破产了 大厦市值显示一千两百亿 这身为世界全国 大厦的市值竟然跌到了 只有一千两百亿 太好笑了 各位 时间即将到 战队 我们死也不会战队你们这些几乎的势力 我看你们哪个大厦人 战队这些几乎的势力 各位 有者停伤在 不怕没踩烧 现在不战队几乎的势力 我们就彻底完了 我们也为大厦 拼不命 不配大厦了 现在也只是为了自己生存而已 什么 基本这帮叛徒 想遭死些难 全是这帮境外之人所谓 你们还敢站队那边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是叛国 站在境外势力那一刻 还是与大厦 并肩站至最后一刻 我承认 之前你有足够的财富和权势 但是现在 你的飞金国际也掌握在我这 你拿什么和我斗 拿着大厦的一千二百亿吗 行了陆云 你千万 不进去 如今我已经抱我的身份 我站在体面 你相信我 陆云 现在你什么时候 你好像问我小小的事情 有意义吗 回到 我相信我 他不会害我 他更不可能害小小 我知道 不管我报告报告身份 你都不会相信 陆云 你是神军 已经是以前的事情 现在黑金国际不属于你 你 只不过和我们一样 都是普通人 你能不能不要再承讯过去 便于现实 我之前没有报过身份 你不相信 觉得我阻碍 如今我报了身份 你就是这 不要 当然知道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 你暴露身份之前 大家不知道你的实力 你现在暴露了身份 还是已经被架工 造调没有实力 你威胁不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怎么转变 对你的态度 真如这个孽柱所说 你是看我现在被架工 没有实力 所以心里 依旧是看不起无法 如今你大下国难当头 还在扯感情 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 从头至尾 你在我眼中 都是一个屈指可命的 漂亮小丑吧 你 我现在认真地告诉你 楚建许 我拥有绝对的实力 哪怕这些境外势力 在里头 我也可以复首可命 但是这些对我来说 都有重要 我只是想知道 你能看得清楚 现在的形势吗 我们之间的事情 放得到台面上来讲吗 为什么放不上台面 楚建许 在你眼中 那些所谓的财富 权力 武力 根本就不值一提 你回答我的话就行 对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所谓的 大厦神圈 国难当头 竟然还在纠结自己的前妻 怎么看到 没想到 潭潭神军 竟然如此没格局 看来 你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那我就让大厦的经济 彻底崩盘吧 我走 好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完成了战队 那这场闹剧 也该结束了 神女 传我之令 动用我全球资产 十秒之内 我要让这些过躁的境外势力 破产 什么 他想让我们破产 这平大厦这数千亿的市值 如何对付我们数千万亿的市值 麦西尔先生 掌控了可是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财富 你是什么做到 让他十秒钟之内破产 你是推小小下阳台的帮凶 等我处理完这些境外势力 再跟你算账 够了 陆远 我知道 你是想让大家看得起你 想让我认可你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你能不能孕清现实 麦西尔先生 他拥有全球近半的财富 你怎么对付他 我说了 这些境外势力 在我眼中根本就不值一平 我要灭了他们 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你只会在乎谁的权势 打对我们的感情 甚至对小小的安眠都昏然不顾 行了陆远 你不要再反反复复的说这些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 行 不是说十秒的 也要让境外势力破产 现在十秒过去 他们破产了 长风 为什么先生 什么事 神迹啊 是不可能的 楚敬雪 我早就说过 你所在乎的权势 地位 在我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但每当我跟你谈感情 你却只跟我谈力 甚至在怪我毁了你的未来 明明我可以给你一切 但你就是不相信我 不是这样的 我 白晓先生 没事的 我们还有黑金国际 还有奔布神经的王老 弄着干什么 来发动你的黑金国际 我以黑金国际 掌控人的权务 命令你收回所有的权 一般令牌而已 黑金集团向来以神军为主 你算什么东西 黑金国际第一准则 凡持有黑金令者 可掌控整个黑金国际 太领重了 你的意思是 要让黑金国际 违背准则吗 这个闹牌货 忘了这地龟宴是干什么的吧 请要神军宣布掌控世界 黑金集团照样突发号落 黑金集团负负人神女 恭请神军掌控世界 大厦京都小家 恭请神军掌控世界 大厦京都皇家 恭请神军掌控世界 大厦京都许家 恭请神军掌控世界 恭请北京掌控世界 恭请神军掌控世界 你 你们所谓的权势 在神军眼里不会是个笑话吧 黑金集团第二准则 背叛黑金集团者 杀无赦 恳请神军下令 纯徐属下 击杀叛贼 嗯 茶 清理 你必死 救救我 皇老 权力 财富 绝对的无力 这五道都是大阳满 这竟然不提前一招 那神军 都提不过的是谁 我们大厦 还有谁 都打得过 四老子 各位 这场闹剧 也该结实 没想到你的财富和号召力如此强大 但是在半步神境的王老这种高速运气 你依照的一切 都无足挂齿 你依照的一切 在我眼中 同样无足挂齿 陆远啊陆远 我承认你是否 不过你有一个致命 你站上来 睡觉 你在干什么 还不是陆云那个废物东西 会咬胡闹 不是 我也不会拿小小来威胁 你说什么 拿小小来威胁 难道陆云之前 说的全都是真的 是你和念少 谢谢 陈小小下属的人 不是我 继续 妈妈迫不得已 所以你们一直都在欺骗我 是你 让我误会了陆云 这些 妈妈都是为了你 她可是你的妻子女 那要怎么样 他们给我的条件 又是杀死小死 这样 你才能继承紫辰集团 谁给的条件 你是谁 小小他和你无缘无成 你为什么要爱他 陈小 我和他是同样 但是陆云呢 很意外吗 你可是陆云的好兄弟 好兄弟 那你问问他 拿我当死兄弟 叶凡 你什么意思 大家都是一样的年纪 为什么你能做生计 为什么你能用我 路上的财富和权势 为什么不能把你的财富 权势分给我一些 尊给你 没错 你要是真把我当同弟了 学浅聪 为什么那么合适 叶凡 就因为你觉得我没有分给你财富和权势 你就像害死小小吗 不 害死小小只是我的第一 我会一步步的理走的一切 你不是好奇我为什么让进去 嫁给你一处 你知道你在错什么 李凡 你绝对我没有分给你钱和权 就要做这些事情 你不觉得你自己可笑 可笑 你知不知道 你当谁是那个 你拥有至高无上财富和权势的一年 多像 我恨我的人是 你一直都在记住我的财富和权势 没错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我可不可以 偏偏你是我的好兄弟 而且你还不分给我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信 你简直是疯了 如果疯了能毁了你的话 那你也没有想 这么多年 你的公司为什么一直能蒸蒸日盛 还有多年以前 在你落伯的时候 又是谁给了你十万块 楚静雪都不相信你这种鬼话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我今天还告诉你 我公司之所以越做越好 完全是因为我结识了麦西尔先生 是他扶持了我 你再说了 你那十万块钱可多么对你来说 就能一毛二毛 如果你真拿我当好兄弟的话 你怎么不给我十个夜 你轻心地 对于他那个 在他的眼中 你被安排在大厦里 因为妻子而已 如果当其子能学钱的话 那你如何 我必须 你 你想到你神集团 想要获得的神经牌子 非根道德 就是想到那些全身的才能 现在 我还得 你邀请 走 楚静雪 首先 我永远才会原谅 伤害我女子 请 我已经无 我不可能一错再次 不许 你到现在还要起来 还想求得她的原谅 就算她在原谅 你怎么才会的真实 我和陆云已经结束 但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女儿 没有任何关系 我懂 你和这陆云一样 再一次跟你谈手 这样吧 你和聂硕现在在这里玩 而你 自动双手 宣布放弃 掌握整个世界 我就把女儿还给你 一帆 你知不知道 想想是我的逆 我就知道她是你的逆 不然我让徐则兰 在她们过去 什么的 小小 陆云 你要真爱女儿的话 就爱她的 叫我说 你不是说小小是你的逆临吗 为了自己的逆临 连双手都伸不出来 我只说一次 我的怒狐 你们承受不久 还敢威胁 我拿一个手指头 徐则兰 妈也不想这么去 要不 就怪陆云 小小一向 一定会让你后悔 是 莫自学 现在小小在他们手里头 你还敢威胁他们 你只会让小小遇到危险 你还会干什么 好 再加一点 把大厦所有的私产转让给我 我们便放了你 山君 不可答应了 是啊 山君 如果把这些都给了他们 大厦就彻底完了 我小小看的就是你几个表情 女孩被绑架 妻子不相信 自己保护的国家也让自己没死 哦 对了 还有自己的羞恶背叛 这个世界上还要比你更糟 叶凡 你对我有不满 我大可以针对你 放了我女儿 还有整个大象 好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放弃一切的权势 明天独自一个人上京都 接受我们的审判 我们就放 麦小先生 就明天 陆云将于迷失 但是 我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民族 来掌控全世界 是 只要你接受什么 放弃一切 我们就放了你女儿 和大象 陆云 是我 我不通过 你自己的儿子和孙女 我 小云 无论如何 我和你爸 都会站在这边 爸 妈 太然不孝 小云 你 极客起 我与陆振天 陈惠兰 断绝关系 极客起 我与整个大象 断绝关系 极客起 我与肯敬雪 陆晓晓 断绝关系 极客起 我放弃神军之外 放弃掌头使劲 黑金武器 三 放弃晓晓 我也受你的审判 很好 不愧是神军 放了你 干笑 小长 现在放了他了 万一陆云到时候反悔 放心 在场的全球名流 和记者们都看着 我相信神军 不会出尔满 放心吧 只要你放了小小 我自会去京都他 放了 你爸爸 去你妈那里 祝贵 他们 就麻烦你们赵 整个大象 你拖 你一个 走 回京都 跨上门 麦西尔先生 为什么 你就这么放了陆小小 而且 为什么你就这么让陆云离开了 万一他明天不来 反而对我们展开报复怎么办 你以为神军 是你这段笑容 麦西尔先生 我们可以做坏的 做这些无耻举动 但他不行 所以 他明天一定会 可是 我们就这么放过大象 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大象 你觉得我们放过大象 这肯肥肉 您的意思是 明天我们公开审判 大象神军 你说全球各国看了 会怎么想 而我们有王老师 被半步神经高 我们审判神经 谁能来 失去神军 找通大象 轻而易举 还得是麦西尔先生 这可是我们西方的舆论机 你们还得慢慢学 老公 现在怎么办呀 难不成 咱们明天 真的要看着 小云被审判吗 小云是我陆镇片的逆龄 哪怕是拼上这把老骨头 我也不会让那些 境外势力得仇 可是咱们陆家 已经破产了呀 如今 我们只剩下人脉了 京城 你陪我到哥大师里走一趟 是 那你牵着进来 陆叔 神军为大厦开路 我作为神军的忠实追求者 也应同他一同面对 走吧 这些什么玩意儿 弹图全会 害了自己老婆和女儿 在一起 真属于耻 不行吗 妈妈 麦歇尔先生 请此时那个多国 审判大厦神军的消息 是否属实 属实 不出意外 神军已经在路 麦歇尔先生 据说你成为多国联盟掌控人 今后有些打算 这个世界的秩序 应该由我们来观察 具体打算 各位稍后 听说你将会成为 麦歇尔扶持的下一代神军 叶凡先生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 我很感谢麦歇尔先生 能给我这次机会 接下来 我会全面揭示他 想生出来了 陆宇 你很信守承诺 这一点我会心事 没想到这家 我真的蠢的来诉死 放心吧 我会帮你照顾好进去 还有小小的 顾爷 这可是一场全球都在关注着的审判会 各大知名媒体会去 你作为第一个被审判的神军 是否有人陪伴 你有何感情 他们不来费 主戒选和你的眼儿没来 你的父母没来 你所守护的那些大厦顶楼也没来 不是 你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重复这几句话 嘲讽 没错 是你我该 输入自己 行了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 各位 今天我将在此 公开审判 大下神军 陆宇 你可知罪 我 何罪知有 陆宇 昨天答应的事你都忘了吗 没忘 如你所愿 我舍弃了一切的权力和责力 也断绝了一切的关系 但是 我何罪知情 你之前没有 但今日 我们万国在此审判 根据之前群众的举报 大下神军陆宇 多次以权势 财富 欺压他国 甚至对全球的企业 发起了破产打击 原来打崩全球企业的 是大下神军 陆宇 此事 你靠感人 你多国欺压我大下才行 怎么 只准你们欺压大下 不准我大下反抗 各位 你们都听见没 大下神军陆宇 对自己的行为 共争不贵 而我 Messian 将代表万国 宣判大下神军陆宇 死刑 进口之行 老子 闭上你的眼睛 马上就会过去的 你身为大下子民 勾结境外势力 散开我大下利益 你 罪 一个将死之人 还给我半死刑 这小子 看来疯了 满口无言 不过他也真是可怜啊 这大下亿万人 今天 竟然也没有一个人出国 甚至 都没有人来呀 听到了吗 这世间的一切 只不过是利益联系 你固扯他们又如何 今日还不是你一个人 记住 罗郎 送手 谁说我大下无人 大下小家 不请自来 大下我皇家 不请自来 大下京东许将 不请自来 大下京东陆将 且大下鼎流 不请自来 陆云已经被判死罪 你要是还护着他 这是公闭罪 可笑 我堂堂大下 何时轮到二等 境外势力之判 今日 我陆家 死保陆云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大下的鼎流 要么破产 也要么资产被资 怎么 你们想靠人数取胜吗 这都是半顾身中的势力吗 论权势 我万国完全凌驾于你们大下之上 论武力 王老一人 所以秒杀你们大将都有报信 你们拿什么救赦路云 此战不求神兵 更为我们大下 今日 我打钱来了 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你们大下 财力被打空 武力被打败 权势 更之远远 你们 拿什么给麦西尔先生斗 你这个叛国贼 我能当头你不但不帮忙 还为这些境外势力说话 麦西尔说的对 历史呢 是由胜利者书信 我们现在站到正确的队伍 只要今天杀光 又有谁知道 我们神 是叛国贼呢 没错 等解决了你们了 今后大下由我来找 而你们这些人 还有这个秘密 将会被我们塑造成历史的耻辱 定在那里 你们都听懂了没有 贝西尔先生 您放心 我们都是西方媒体 我和大下这事 我们内叹 你们这些无量聚者 实力 鼓励 还有舆论 从各个方面 我万国都完全脸压于你们的 开想妄图 真是可教之气 不得不说 你们这帮人 还真是个蠢货 要不是今天你们来 替这个路云撑腰的话 麦西尔先生也许是疯过你 没想到你们还是自取命 我说过来 此战不减为谁冤 我更是为了大下 神军这三年 为大下开落 做得足够多了 剩下的就将给我们了 你们大下的武道宗师 都被亡网秒杀了 你们还想拿什么 你们这些老东西在干什么 我真是疯了 他们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麦西尔先生 小心 燃烧生命之后 他们的武力只会飙升 刘伟我们活了几十年 临死前 也算干了一件事 错 大下可以内斗 这些人 你们这些旧外势力干燃脂 我吹你牙的 陆兄 刚才我们伤了过 我们去拼命 一旦神军地人 大下 日后我绝起还要靠三呢 事情的不快 现在一笔高销 三位兄弟 买锅 他来给外国老 换我大下成城 是 他 你让我呢 我面前 那个石上 没有人 能上他来 哎 笑石上 如果你还想说我还是不认识了你 这还只是万不申请 如果要是进入申请就彻底完了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所谓的财富和权势 我还想笑 洛书 我让申请离开 小云 快走 王老 杀了这个独阵体 洛书 洛书小心 完了 这是一群臭酷 竟然跑来送死 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死在眼前 出死了 你父亲只是一个开始 不久之后 你母亲和你女儿 人为帝都 第一下 你也疯过我身 这些 你口态上的这么一个儿子 把你毁了 起来去吧 你要是敢动他一笑 你 还有整个问候 都得灭王 奇怪 这个小子还什么时候怪 我竟然没查询动 王老 既然陆云城 你得去上里头 上里要死 要怪就怪 他不长眼 招惹 别想 那是他受惹不起的人 你我的争动 该落魄 我大侠 这 这是要败了吗 神军的份上 我让你 死得其所 云天洞晋 这还是人吗 看见了没 王老可是真正的陆地神仙 就凭你们 也想打败他吗 权利益几下 荣耀 小云 神军 活该 半部神经 很强吗 what the fuck 半部神经 就这个秒了 怎么可能打败半部神经的王老 我说过 你所在意的权势 立文 武力 在我眼中 一文不知 你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既然他拥有绝对的实力 为什么他一直不出手啊 神经早就想对世界进行重新洗牌 正好趁你大闹 筛选出何者事 听后神经安 三位家主 虽然之前 差点随手灭了 但国难当头 你们却能始终坚定 你们的位置 继续留着吧 多谢陈军 你们这些西方媒体 肆意的抹黑大象 毫无职业底线 就此消失吗 你们这些境外事 在我眼中 就像楼眼一般 那半部大象 动我女儿 随远必住 尹凡 你受伤了好兄弟 但你却记得我的一切 想杀我女儿 毁我生活 令我失望之急 你 你举于今天你受罚吧 为什么 徐泽兰 你等帮助 国难当族 我通敌叛国 最不可恕 我错了 原谅我一次 徐泽兰 念在你身为 楚敬学母亲的份上 我姑且可以少你 从今往后 你楚家 只能以普通家庭自去 再敢兴风作浪 我只想你死无权势 你 就去无尽炼狱 终身不得出狱 至于你 你看这尚夫 这里 妈 妈 清城 我们走吧 看来神军的实力 恐怕已经达到很久 是啊 难怪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慌张 不管是对王老 还是些境外势力 对神军而言 只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 好在关键时刻 我没站在了大厦的这边 不然 小小 妈妈呢 得出一趟远门 我会让其他人照顾好你 你在家 乖乖等妈妈好吗 妈妈 你是要去找爸爸吗 好 小小在家 等爸爸妈妈 等妈妈回来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接小小 你说什么话呢 你今天可是要被审判的 还怎么照顾小小 应许 知道为什么我会在今天 去京都接受审判吗 不是因为境外势力 我分不过一群蝼蚁 从事之中 我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你什么意思 我是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可惜啊 我没等到你来 我 朱将军 我们之间 特地结束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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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感谢观看